而普通EI则会复杂一些 你需要证明你随时在找工作 随时是可以开始新工作 并在过去52周已经连续7天没有收到任何雇佣收入 那普通EI还要求申请员 不能是因为自己的原因而离开了工作岗位 上一周加拿大政府刚刚宣布了放宽EI失业金的申领要求 可我发现还有好多人连EI失业金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下面我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关于EI失业福利你必须要知道的六件事 大家好我是多资处福利部的Rena 疫情之前大部分人都忙着工作忙着规划 对于EI失业金虽然了解的不多 也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去了解 疫情之后失业率飙升 逼得大家不得不去了解加拿大的福利 这时候生活在福利之国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 但相信有很多人面对着网上充斥过多的信息 面对着大量福利相关的名词英文和简称 比如说Regular EI, Sickness EI, ROE,做报告 对于这些大家都有些摸不着头脑 那EI到底是什么 EI申请需要什么条件 ROE又是什么 我能拿多久能拿多少钱 申请EI一般要用多长时间 做报告是什么意思 不要怕 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对EI多一些了解 少一些问号 关于EI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 EI到底是什么 EI,全名Employment Insurance 中文叫失业金 失业补助 失业福利等等 大家可能都听说过EI 但对它的概念却不是很清楚 大家如果在加拿大上过班 应该都会注意到 你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 工资都会扣掉一点点钱 那么其中一部分 就是你为失业保险交的税款 也就是EI税 那么如果有些人工作特殊 公司没有帮你交EI税 或者是自雇没有交EI税 那自然就是领不了EI的 这些EI税呢 就是为了防止大家之后失业 一时找不到工作 没有收入 或者是因为生病 生孩子无法工作 或减少了收入 那我们交过的EI税 就可以为自己在这一段时间 提供经济上的保障 那么你需要知道的第二件事就是 申请EI需要什么条件 大家都知道 EI是分很多种类的 大家最普遍需要申请的 有普通EI 并假EI 产金和父母金EI 那每一个种类都有不一样的申请条款 但最重要的 也是最普遍的一个条件 就是申请前过去52周内的工作小时数 对于并假EI和产金EI 你需要在过去52周 积累600个小时的报税工作时长 那对于普通EI来说 在疫情之前 是需要积累至少700个小时 那这倒是很多工作时间比较短的人 没有资格去申请EI 但就在上周 政府刚刚宣布放宽了EI申请条件的消息 随着疫情期间失业率的飙升 申请普通EI所需要的工作小时数 已经减少到420个小时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证明大家只需要在申请普通EI之前 积累大概12周左右的全职工作时间 就有机会申请到这个EI里住 当然除了工作小时数以外 政府还需要核实大家其他方面的申请资格 比如说并假EI需要提供医生证明 和证明你至少连续一周 失去40%以上的收入证明 而产金EI则需要提供你的预产期 那如果说你的孩子已经出生了 那么你就要提供孩子的出生日期 以及至少连续一周以上 失去40%以上收入的证明 而普通EI则会复杂一些 你需要证明你随时在找工作 随时是可以开始新工作 并在过去52周 已经连续7天没有收到任何的雇佣收入 那普通EI还要求申请人 不能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而离开了工作岗位 但普通EI的这些要求 其实是有一些弹性区间的 如果能够与政府沟通解释清楚 一些看上去不太符合 EI申请资格的案例 通过我们多资处专业的顾问 以及文案的操作 也有很多能够成功申请到的情况 那知道了申请条件 那么我们就来到了 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你需要知道的第三件事 我能领多久EI 我能拿多少钱 对于普通EI来说 领EI的时长取决于 你之前积累的工作小时数 和你所在地的失业率 工作小时数越长 可以拿EI的时间就越久 金额就越多 一般来说是在15周到45周之间 那如果你之前积累的工作小时数 你住有420个小时 而你住在多伦多 那么你就能拿28周的EI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每周领导的金额 是过去上班时 一周收入的55% 那EI的每周上限金额 为573加币 也就是说 就算你之前工资很高 他工资的55% 超过了这个数字 你也只能每周领取573加币 不能再多了 病假的时长呢 是取决于你的医生证理上 建议你休息的时长 但最多只能拿到15周 金额与普通EI一样 也是每周工资的55% 上限呢 也是573加币 产金和父母金的计算方式 则比较特殊 取决于预产期 父母金的分配 以及收入等等 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 可以联系我们的顾问 进行咨询 当然这些金额都是预估的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实际金额将以 政府审批后的结果为止 在我们多资处最近接到 关于EI的电话里 很多人都询问了ROE的问题 那么你需要知道的第四件事 就是ROE ROE全程是Record of Employment 是申请EI必备的一个文件 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文件 它是由您的雇主 给你出具的雇佣记录 上面呢 有你的上班时间 工资 离职原因 工作职位等等内容 那政府审批EI时 基本上都是以ROE上的信息为准 那有些雇主呢 会以电子版的形式 将ROE直接提交给政府 那这种情况 就不需要我们再去邮寄给政府了 那有的雇主呢 会以手写的方式提供给你 那么在你申请EI之后 一定要记得 将手写的ROE 邮寄到Service Canada 在一些情况下 雇主没有提供ROE 那么就需要跟政府提出这一点 那么政府就会出面 与雇主沟通获取ROE 但一般来说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最好还是从雇主那里 直接拿到ROE比较好 因为如果要政府出面呢 加拿大政府的效率 大家也是知道的 那整个EI的申请流程 就会变得很久 那说到这里 我们就说到了 你需要知道的第五件事 那申请流程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在材料齐全 理由充分的情况下 从递交申请到审批拿钱 大概需要半个月左右 但如果材料不齐 很可能政府就会按住不批 一直等到收到正确的文件为止 那有的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可能政府第一次不给你审批 那我们就要提交一次上诉申请 要求政府重新考虑一下 那这样的情况 就会比较漫长 那么最后 你需要知道的第六件事 就是EI报告 那第一道申请后 你有十天到半个月的时间 收到政府邮寄的四位数密码 也叫access code 拿到这个access code之后 你就需要去政府网站上 尝试做报告 也就是EI report 普通EI和并驾EI都是需要每两周做一次报告 才能拿到钱的 而产金EI则因为考虑到产妇身体的原因 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才需要申请人做报告 那报告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汇报你在这一段时间的收入 有没有离开加拿大 有没有准备好去上班 有没有搬家改地址等的信息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一分钟就可以做好 那以上这六点就是我们多资处福利部门 在接触咨询EI的客户时 会问到的比较多比较普遍的问题 希望能解答您心中的一些疑问 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 请不要犹豫随时联系我们 谢谢大家